所以你要把武术穴真正的穴头 你要把内经和难经放在一起 比较着去学 特定穴里头最为重要的武术穴 这是学习传统人生最快的一个节径 直接学十大类 十大类特定穴什么 武术穴 圆穴 落穴 西穴 下河穴 蜀木穴 背书穴 是不是这一类的穴位 什么叫十八类的特定穴 你看传统的就是362个穴位 就是我们的老祖宗 就把这300多个穴位 然后根据这个穴位的治疗的规律 然后直接把它分成十类 每一类 然后告诉你他擅长治疗什么样的疾病 例如说圆穴 圆穴最擅长治疗五脏的病 例如说下河穴 下河穴最擅长治疗六腑的病 例如说落穴 落穴最擅长治疗 表里两斤同病 例如说细穴 细穴最擅长治疗急症 你看他这边都给你分完了 所以最简单的 你直接把十大类特定穴学好 然后你要记住十大类特定穴里头 最最重要的就是五术穴 那五术穴 你要想把它学透 你不能 你看现在我们一说五术穴 五术穴这个概念最早提出来 是在内经里提出来的 内经里提出了五术穴的概念 但是他的话不是这么多 内经里他叫 病在藏者取之警 病变于色者取之行 病实坚实慎者取之疏 病变于阴者取之经 经马而学者病在位 及饮食不节 得病者取之何 我现在给你背的这一段 这个是内经里的 内经先提出五术穴 然后经过不断的发展 就到了难经时代 难经时代又对五术穴 进行了一次高度的概括总结 总结之后的 就是刚才背的那个叫什么 警主 现在来 行主 身弱 术主 体重 血痛 精主 喘恨 何种 密切而泄 所以你要把五术穴真正的学透 你要把内经和难经放在一起 比较着去学 你才能真的把它知道